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军立刻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 防空飞弹追尖以及广播驱离 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4000公尺的中共军机重银 一进入国空域凝望我飞航安全立即回转玻璃 中共嚣张回呛别干扰 这是共机今年首度正面回应我国空军广播 态度有够狂妄 国防部统计中共解放军机这个月已经有19架次共机 总共12天入侵台湾空域 军事专家认为这除了是要扩大实力范围 更会让国军东沙岛防务造成压力 防空事件去西南角 就是阻隔我们台湾与东沙之间的一个联系 联系切断以后 它在这个态势上 会让我们的整个航运或空运受到阻隔 除了军事战略 共军更有政治需求 军事专家也说 每当台媒游更深入交流 共机就来挑衅 这回中共回呛我方空军 态度狂妄嚣张 更硬反感 三立新闻里正道